字幕提供 它是一個網路的社群 你可以利用一些 他們有很多的同好 他們有開發他們不同的軟體 去使用 然後同時它 比較特別是因為3D印表 一定會牽涉到實體的部分 所以它的實體其實也可以 就是也是類似利用 開源的概念去做 那你可以甚至你可以 制定自己所需要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設計自己所需要的 實體的RIPRAP 的機型 那我先簡單講一下 就是 你要怎麼樣使用這台 就是3D印表機 就是首先你可能要先有一些 3D的Model 你可能利用就是3D Max Rhino 或者是SketchUp這一類 就是大家比較了解的 3D建模的軟體 那你要把它就是你畫的Model 因為每個軟體它其實有各種不同 自己定義的檔案格式 那你必須要就是把它定義成 就是STO檔 那STO檔它其實就是一個通用的 一個格式那它是不帶有任何的色彩 任何材質的 它其實就只是定義這個Model的外型外觀 那你必須要利用這個檔案 然後透過它 透過就是另外一個軟體 叫做Skinforge Skinforge就是需要透過這個檔案 把STO檔轉成Gcode 那Gcode是什麼 Gcode就是 一般我們在利用CNC 或3D Printer會使用到的 它因為這一類的成型方式 它都是一層一層一層層機方式 有點像是堆積一層一層 像旁邊那個圖式這樣 所以Gcode就是定義 定義它這些噴頭 或者是刀路它的路徑 然後有點像是向量檔一樣 它給你這個點到這個點 它給你一些數字 數值那你就可以這樣子通過 它這個路徑去跑 那你就可以跑完 整個跑完的同時 你的3D的檔案就可以完成了 那3D Printer它們接受的 就是它們還是需要有一個軟體介面 去接受這些Gcode的檔 那像是Ribrate它們下面 現在目前發展的話 會有就是Punker Face 或Replicator G這一類的軟體 那最後你通過這些步驟 你就可以很簡單的把你的 就是3D Model變成一個實體的 列印出來的實體 列印的模型了 那接下來我講 就是如果 因為現在可能很多人 不一定會畫這些3D的軟體 那其實 現在有另外一種模式 它其實可以 也是可以創造這些3D的模型 就是透過寫Script方式 像我的話 我可能就是 除了一般的繪圖軟體來畫以外 我可以透過Rhino下面 有一個外掛叫RhinoScript 那可能因為在這邊的話 大家對於寫這些程式語法 可能會比較 就是容易上手 比較容易掌握 那你可以透過這些軟體去 用一些演算法 你就可以產生一些不同的3D模型 然後再輸出到3D Printer 你也可以創造出你自己的 就是一些類似工藝品 或藝術品的東西 那我先講一下就是 這一類的Open Source的3D Printer 他們所使用的 這個應該講說他們成型的方式 他們就是FDM 那FDM就是融融層積的成型方式 它是透過ABS條 或者是PLA這種塑料條 然後用馬達輸送到這個噴頭 那噴頭它加熱 像ABS還需要加熱到大概220度左右 然後一層一層一層的擠出 通過馬達 然後把這個ABS擠出來 那擠出的同時 因為模型它常常會有這種旋挑的部分 或者是鏤空的部分 所以它必須要有Support 這種支撐材去支撐它 不然它再遇到這種旋挑的部分 它會垂下來 那你的模型可能就會 就是會有問題或者是 就是失敗 那為什麼我今天就是想要做的 就是你看它是一台3D的3D printer 那旁邊有一個比較小的這個 它這個其實就是傾斜式平台 那我一開始想說 開發這個擴充的實體套件是 因為我想要 一方面是解決就是這個Support部分 因為你在傾斜平台 在傾斜的同時 它就可以避免掉 它擠出的同時的那個旋挑的部分 因為它是可以跟著它去旋轉的傾斜 那再來就是它可能在 一般的3D printer 它做出來的成品都是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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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它在外觀上那個工業的特徵會太明顯 就是可能你會覺得它就是很工業化的象徵 所以我希望它是可能 產生比較多一點細緻的部分 跟就是工藝的感覺 所以它可以隨著它的 譬如它的曲率或髮向量這樣跟著跑 來做它的傾斜角度的話 你的成品最後也會比較好看一點 然後你可以看到左邊的這個部分 它最開始的RipRap 它其實是從一個機型開始研發 那因為它是Open Source 所以所有的人 他都可以去改變它的硬體結構 或者是軟體的編寫 只要你有能力 你都可以去依據你自己的需求 或你有新的idea 覺得哪邊改進會更好 你都可以去做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從第一台到現在 它其實開支善業到非常非常非常多 不同的機種 因為每個人都可以定義它自己的 然後甚至有一些 就是像是Maker Bar 或者是Ultimaker這一類 他們甚至都已經把它商業化了 那右邊這個部分 為什麼它會分支成那麼多種 其實主要原因就是在於 這一類的3D Printer 它的物理結構模式 它其實就是噴頭跟那個生成平台的移動模式的不同 然後會有不同的 因為有不同的運作方式 所以它會有不同的效果呈現 譬如 像是Maker Bar的話 是大家比較容易接受到就是商業的這種機型 大家很常就是比較容易去買到 那它其實我認為它的設計並沒有那麼好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生成平台是在平面的XY的移動 然後噴頭是Z軸方向移動 因為平面XY的移動它 一來它會比較不穩定 二來就是你的生成平台會 它的大小一定會比噴頭大 那你的移動 就等於是你的框架 會有很多不需要利用的空間會被擋到 所以你框架可能這麼大 但你做出來的東西可能只有小小的一點點 那接下來的話 你可以看到譬如 左邊這個就是標準的RIPREP 現在這一代就是Perusa 那右邊的話就是我剛剛講到的Maker Bar 那你可以看到說 RIPREP它其實因為它主要標榜是自我複製的一個功能 所以它是利用裸桿跟一些它自己列印出來的塑膠的元件去組裝而成的 那Maker Bar這一類 他們因為是規模化商業化一點 所以他們會利用這些板材成型的方式去雷射切割去做出來 那我覺得RIPREP它這 它的目前我覺得比較缺點就是 它因為它的東西都是列印出來 包含甚至它的齒輪都是列印出來的 所以它會有一些 因為它的精密度沒有那麼好 所以它所做出來的這些3D的模型 立體的模型 其實都精密度不是說太好 那我目前做的這一台其實 第一個是它尺寸其實比目前的RIPREP跟Maker Bar這一類都大 那再來就是因為我覺得台灣它我們是一個就是很多的工業化零件 精密工業零件其實是很好取得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把就是很多像是它列印出來的元件 譬如像是它的軸桿滑桿這一類的 其實我們都很輕易可以直接在就是五金行就可以買得到這些 就是直線軸程啊然後像Z軸我也是使它一般都是使用一般的裸桿跟裸帽而已 可是這樣子因為一般的精密度 對不起我跟這台電腦不太熟 然後就是應該講說 因為3D printer這一類的東西它最重要的精密度 成品的精密度取決於它的Z軸 就是你的Z軸只要控制得越精準的話 其實它的精密度就可以越好 因為它一層一層的你可以做到越薄 一層一層越薄的累積起來 那你實體做起來的精密度就會就會越來越高 所以我的那個Z軸我是採用滾珠裸桿 在它的定位跟就是運轉上的也都比較順暢 然後我的 因為再來就是現在新的RipRip這類3D printer 它的噴頭已經可以用那個步進馬達去控制了 不像以前只是就是馬達一直在送料一直在送料 它現在可以控制說它噴到哪邊它要擠出多少料 然後哪邊那時候它的料可以先停止 它就比較不會有像以往就是噴出來的問題 就是噴出來會比較容易失敗或易流的問題 那左邊這邊就是我在就是CAD裡面就是畫的一些就是平面圖 然後右邊就是我講的就是我利用就是雷射切割機 那為什麼我要用雷射切割機 其實一來就是我講的 RipRipRip他們使用的那個裸桿跟它噴出來的零件其實 精密度一來精密度不夠高 所以你用一個精密度不夠高去組裝它的基礎的原就是架構的話 其實它噴出來的東西相信我覺得就是也是會比較有誤差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耐久度也會有問題 所以我才會使用就是壓克力板然後去雷切來做這一塊就是整個設計 然後左邊就是在3D的軟體模擬它的整個架構的運作 然後最後右邊就是整個組裝起來的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我所使用的就是像我剛剛講 因為我為了避免它的那個生成平台還是會移動的 所以我只讓它在Z軸移動然後它的XY軸其實就是可以就是噴頭的移動 然後我過來這邊給大家看一下好 就是類似像是這樣的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可以比較利用 比較好利用這個空間 因為它其實等於是它左右只少了這樣的空間 然後它的等於你的機型這麼大 它就可以幾乎是生產它這麼大的內空間的 的實體模型 不像如果你的平台是這麼大的話 它還要前後移動 那就會比較小 所以就是這樣 然後這一台比較特別的一點就是在於就是它的噴 它的馬達是外掛在後面的 然後因為一般的馬達會掛在上面 來控制它的擠出噴頭的就是送料 這個是料然後馬達它其實需要一根管子通到後面 然後這邊馬達再把它擠出來這樣 它這個噴頭就可以 因為它少了馬達的重量 然後它的穩定度就會比較好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噴的速度也會比較快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它的 你可以看到它四周的這個光感就是 它是用來負責它的移動的 就是等於像是它的定位像它的軌道一樣 而其實它除了在做這個定位桶 它其實還有在轉動 因為馬達它需要旋轉 然後透過這個皮帶跟石軌齒輪去旋轉這個光軸 那光軸它除了就是給它們跑以外 它其實就是要帶動中間的這個 然後它才能夠移動 就是比較主要就是這一台的就是架構跟機能 然後再來就是為什麼我會想要做的就是這個傾斜的平台 是因為現在很多的應該講說 現在已經有一些設計師 像圖面上看到這是一個荷蘭的設計師 那它已經開始嘗試使用就是機械手臂去做這個 它把這個機械手臂的頭就是把它換成就是噴頭 然後去做它的設計 那它其實這個椅子它其實就是已經是量產 所以它每一張椅子都是這樣慢慢慢慢噴出來的 所以而且它這個就是endless chair 就是它的你的塑料一直加不同顏色進去 所以它是一直不斷的擠 所以就是這一張椅子跟下一張椅子的顏色會一直漸變這樣過去 那我覺得它用機器手臂其實它們的目的其實就是要在 應該講說它不用加這麼大的機械 然後它可以避開一些簡單的就是 就是應該講說不是support的部分 它可以避開它這樣突出來的部分 可是我覺得它沒有解決到一點就是 因為這一類方法都是FDM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融融成績方式 那這個方法它一定是把那個塑料成為半融融狀態摧下來 滴下來那它要怎麼滴下來就是靠地吸引力 那可是遇到地吸引力的話 你的機械手臂再怎麼傾斜它還一樣都是往下垂 所以你看它的作品其實都是 還是一樣就是水平的切片或垂直的切片 所以我才會想說我來做一個擴充套件 它是可以傾斜 所以它噴完第一層之後它再傾斜 再噴第二層再微微傾斜 再噴第三層再微微傾斜 這樣子它的表面它一來它的外觀的那個工藝的品質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它如果遇到懸挑的部分 它有機會可以避免掉這個 就是support的支撐材使用那麼多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我在就是3D軟體裡面去做的一些 就是模擬然後跟設計 然後再把它做出來 然後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是利用一個軸向兩個軸向去滿足 它盡量可以是完全的就是三維的這樣子傾斜 那這樣的傾斜其實 其實我覺得不算是很好的方式 因為它其實有 如果把軸子架在中間會更好 只是一開始在做設計的時候 可能是要就是測試它可以比較好的運作 所以這個方式是比較簡單 可以讓它去模擬的 不過在做這個的同時呢 我就發現說 應該怎麼講 就是因為你的傾斜的時候 你噴出來的模型就不能像原本你的居扣 因為這牽涉到那個模型居扣的運算的部分 那你等於是你噴頭的定位點都需要改 因為你傾斜之後 你的噴頭原本的系統的零點就會跑掉了 所以你還要再去做就是修改 讓它每一次 它每移動一次 它其實都要整個零點都要再重新修改 那這個牽涉到就是 Gcode的程式它的編碼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是我比較不足的 所以我變成是只能用手動去運算 然後去計算說 嘗試說去運作 一些比較簡單的就是 就是等於是手動編寫Gcode讓它去跑 那接下來就是 因為RipRap它其實就是有很多 它是架構在Arduino上面的 那Arduino它其實就是有很多擴充的不同的 就是你可以利用這個Arduino裡面的程式 然後程式語言去擴充它的功能 去寫它的功能 然後它外面上面插的這塊板子叫RAMS 就是其實就是連接到各種不同的 像譬如步進馬達 XYZ軸步進馬達或噴頭步進馬達 那我這個傾斜平台其實就是 利用它第二組噴頭的步進馬達 來做就是它的控制方式 然後這是我模擬出來的就是 就是利用3D圖模擬出來說 它如果你可以很清楚看到它的水平的話 它右邊這個部分就是旋條 它可能就會垂下來 那左邊的 因為它每次這樣傾斜傾斜傾斜 這樣子噴出來的話 它其實就可以控制說它的 它是外觀是會比較好的 然後它也比較不會需要support的部分 然後它遇到的問題就是會 就是還可以就是那個噴頭它可以去 因為現在噴頭都上面的馬達都是可以 附近馬達可以控制它的出力 所以你可以這一圈出的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然後越來越少 它就可以避免掉它傾斜的同時 它那個它會有一些縫的問題 然後接下來我會介紹一些就是 我覺得就是我接下來想要做的就是 3D printer的研究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我覺得就是 FDM法的話它其實還有還有別的 就是現在還有很多另外不同 open source的3D printer 像是我圖面上這個是 Lysin 3D printer 就是光感應硬化的3D printer 然後它其實結構更簡單 它只要一個Z軸 它就可以做完全部的3D printer 而且它的模型不管再怎麼複雜 它都不需要support 因為它原本的 它的原理就是 它有一個容器裡面裝這個光硬化的數值 然後它從下面用投影機打到這個表面上 然後一層一層 它一樣是用G-Code一樣的原理 它一層一層的變化 然後它硬化硬化硬化 它只要慢慢這樣把它拉起來 最後它就會變成一個 而且它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看到它的精細度 它這邊有一個比例尺 就是一個尺 它的精細度可以非常高 然後它做這種類似細微的模型的時候 它其實是非常有優勢 因為它第一個它不用support 而且它絕對不會像我們這種3D printer 它看起來會有一層一層一層 然後基本上它的解析度就是在於 你投影的畫質或者是你 因為我有看過有人是用那個投影機 那有些人它是用那個液晶的 所以就是代表說你的畫素是多高 其實你的精細度就可以做到多高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Prototype 它右邊其實就是一些 也是一樣是架構在Arduino上面 所以它的物理結構更簡單 它只要一個Z軸 那它只要用一樣的這些軟體去運算 它其實就可以做到一些比較精細的模型 就是3D printer的模型 然後再來就是 我另外一個比較有興趣的 就是我想開發的擴充套件 利用這一台繼續延續開發下去的擴充套件 是就是這個 這個是指說Cheramic Printing 就是陶瓷的裂液 因為它只要把噴頭 然後一開始大家這個做法其實是 現在有食物的列印 就是他們用針筒 然後把什麼奶油或麵粉這樣 裝在那個噴頭 因為剛剛是噴塑膠嘛 然後現在大家可能想要做巧克力 就裝巧克力 然後它就會 就擠出來 巧克力而且有造型的 然後做蛋糕的話也是這樣噴 就可以噴出整個蛋糕 就是有點像客製化的那種蛋糕 那它其實原理都差不多 那這個陶瓷也是就是因為它利用這些 就是還沒有完全固化 就是它先把它調好成一個半固態 其實就跟那個半熔熔有點像 它先調好之後 它慢慢慢慢把它擠出來 那擠出之後 它就可以做出這些3D的模型 就是立體的陶瓷的模型 然後就可以做成像工藝品 或者是他們一些瓷器一樣 那為什麼我會想做這個 因為我的背景 我是從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 然後數位建築組畢業的 那我們會想到就是 未來建築就會做到 就是利用3D printer來做這個建築了 那其實他們 右邊這張圖其實就是 Norman Foster這個建築師 他們跟英國的拉夫寶大學 他們合作在做的一項技術 就是他們是一樣用一樣的原理 就是用類似陶瓷圖 或者擠蛋糕擠巧克力的那個噴頭 然後把它放大到建築的尺度 然後去做出來的 那左邊就是他們做出來的3D 那個concrete printing 就是水泥噴 列印水泥的那個成品 而且這一棟建築其實在 未來大概在兩年後就會實現 就會在英國還是 我有點忘記 就是他們這個是計畫案是真的 會最後會用3D printer來蓋出 這一棟建築的 然後就是我未來會想要做的研究方向 其實就是類似這兩方面 就是一方面是朝向更精緻的 然後更精緻的3D printing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朝向更大尺度的 然後更有實用性的3D printing來做 然後我覺得可能大家都會很好奇就是 我這一台大概花了就是多少錢 那我這一台大概總共 如果不算就是這些 因為我壓克力板 還是從學校到處搜刮來就是 對 然後機器設備也是 因為自己加工嘛 學校有雷射切割機 所以這些機器加工 可是基本上你只要大概花 不用到兩萬 大概一萬出頭 其實就可以完成這樣的3D printer 那現在 而且我那時候連噴頭我都是自己做的 我是去請人家精密加工 然後還要做放電加工什麼 就是很多手續 可是現在因為國外Kickstarter 他們已經開始很多人在玩這個 所以其實你現在連噴頭 他們都有那個通用的格式 那你可以買到 比較輕易的買到這個 比較細微的零件 你也不用自己去做 然後你就可以做出 自己嘗試就可以做出一台3D printer 然後可以做出很多 就是你想像中的模型 謝謝大家 我的簡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不曉得有沒有人有問題要問Cam 哈囉 我剛好也有玩這個 然後覺得這還蠻酷的 那好像有看到另外一個project 是用雅克力做這個 那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把它這個設計 因為我覺得還不錯 有把它放出來 或者是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因為這個RipRed 它就是想要做self-replicating 自己可以做自己 那我有看到有一個人把它的 改造成雷射切割機 所以因為像你這個 有用到壓克力的部分 那如果說你可以把這些 改成就是有一個雷射切割 那大家就可以在家 自己再做另外一台 對不對 對啊 然後就是 其實我後來 後來我覺得其實 比較好的做這種架構方式 其實就是 像現在一般規格的話 像雷切機 他們其實都是用一些 類似 鋁脊型的那種就是軌道 然後它就是可以直接鎖 那只要用那些去切 就是切成你要的規格 然後你其實要多大台 都有多大台 對啊 然後你雷射切割機 其實你在就是 你只要買到那個雷管的話 跟那些反射鏡 其實也是可以 就可以把這一台 因為他們其實 不管是雷切機 然後不管是3D printer 或者CNC機器 它其實運作方式都很相似 然後如果你這樣子去 就是只要改變它一些 就是主要的 像噴頭或者是 雷切機的雷管的東西 它其實就可以 有另外額外的功能 你說設計放出來 我目前還沒有放出來 如果 如果有 有需要的話我可以放出來 沒有關係 對啊 只是我不知道 因為好像大家都放在那個 網路上是放到那個 它有一個論 一個網站 叫Thinverse之類的 對 然後我覺得 有需要的話我也會把它 因為我現在還沒把它整理好 我才剛畢業 那我就把它整理好 我也會把它放到這個網路上 那我們再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他們有問題 那邊 你好 那個 我現在就是 那個 3D的硬表機 我現在發現它最大的問題 其實是在它的 就是 受力面積的問題 因為它是 像剛才是融融推機嘛 所以它對它的壓力 可以承受 但是對它的拉力 或者是減力 那可能都完全沒辦法承受 那就是說 你 因為我剛才看到你說 可能未來想利用這個 可能做一些建材 那可能 是不是說 除了說 3D的硬表機的結構以外 那是不是它在材質上 是不是後續還會有另外一些改進的方式 就是 你講到就是 因為它是一層一層 然後所以它會變成是你的 就是 你這樣拉開或折開 它比較容易就是斷裂嘛 那其實像 你講到建材的部分 像這邊它是 水泥的裂印 然後我看到美國有另外一家公司 他們做水泥裂印 它其實在水泥裡面 它已經 參入就是纖維 所以它利用有點像是纖維混水泥的 它的結構就會比較好 而且它這個是 水泥它這樣裂印 它其實是 比較像是化學力 所以它的分子這樣結合之間 會比較不像我們融融堆積 它這樣做起來會比較容易就是 就是力量會比較容易被我們 模型被我們折斷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